動畫少年毛澤東昨天舉行全國首映禮 在宣傳片中,少年毛澤東站在屋簾之上 擺出黃飛鴻的招牌之勢 今次是第一次有人以動畫形式 將毛澤東的生活經歷搬上大銀幕 電影講述少年時代的毛澤東聰明好學 有雍有謀,是其他人眼中的異類 激烈一番波折之後,毛澤東選擇離開街園 繼續冒險之旅 導演表示,劇本用了一年半的時間去修改 人物形象設計方面亦花了一年時間 所有美術創作、設計等等 都是以考古依據作為基礎 電影到底有沒有美化或者神化毛澤東 自然要留給觀眾自行判斷 但亦有網民指內地的洗腦工程變得越來越早